两年前在个人推特上撰文 辱骂柔佛王室的一名故意失业男子 今天在新山法庭上被控两项罪名 但是他否认有罪或准理4500令吉 外加一名担保人即交出护照 保外候审 现年43岁的雷米·阿都拉辛 被指在两年前在其推特上发表 对柔佛王室成员的攻击性言论 而遭到网民举报 从而抵触了1998年通讯及多媒体法令 第233-1-A条文 一旦罪成将可被判处5万令吉罚款 或监禁一年或两者监失 而在被定罪后若仍不知悔改 则可被处以每日罚款1000令吉 案件主控官原本向法官建议 让被告以2万令吉保外候审 但是被告的代表律师 则以被告患有精神分裂及忧郁症 目前在新山苏丹伊斯曼医院 接受治疗 而要求降低保释金 案件已经责定在下个月21号 再次过堂 裁一定会有个천弱学院 请不吝点赞 或议讨论 党助于本作值别人 报告 还请不吝点赞 或议讨论 请不吝点赞 或议讨论 投赞 或议论 顺 或议论